从渔船冷冻库钓上来的都是这几天补到的渔货 基隆巴都是渔港 渔民们分工合作要跟时间赛跑 因为烟花台风入境难休 就怕心血全没了 大家赶着卸货 像是透抽 瞎人 都要立刻乘重装箱 上过车 而同样为了减少损失 基隆必杀渔港 满满停靠了50多艘游艇 以前遇到台风都是寝人在现场看守 但这回影响比较多天 就怕游艇挤来挤去转坏了 大家干脆合资出动吊车 吊挂上岸 就怕届时海边风浪大 花莲观光渔港这边 船员忙着巡查缆绳 而这艘渔船则是加速赶工维修 因为体积相对大 败在岸上风一吹很危险 得赶快处理好放下水 大部分民众对于台风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有渔场业者怀抱希望 大家也希望风台看来来踢一下 这边巴掌很小的 海底的泥沙翻搅一下 才会有微生物可以吸引渔群 但还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其实不止渔获 担心受台风影响 民生必需的蔬菜 台北农产预销公司统计 7月18蔬菜交易量 1290公顿 修饰一天之后 直接增加了30公顿 批发均价也微幅增长 接近两成来到每公斤39块3 桃园机场不常进出的出入口 加装了防水闸门 抽水机就绪已被不时秩序 沙包也对放在容易积水的地方 而桃园防训厂也免费提供 用沙包要给民众 取用程度相当热络 烟花恐怕直播而来 得超前部署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